我这是在动梦 搁不搁 药效已经发作 三个时辰之内 他不会有任何反应 速速动手 这一道下来 我岂不是立马上太监了 公子可是交代了 咱们只要废了他 回去快要五百两百银 等着咱们呢 太狠了 小鹰鹿 来人救命啊 能跑门都没有 这 这 不是做梦 是真的 我这是在哪 呃 呃 我传约了 成了什么狗屁世子 圣子到 正北王府世子秦飞扬接旨 刚躲过刺杀又来什么剩子 能不能消停 我看 我看 做商议 尽 尽 婚姻搁置 这是何意 哎 世子啊 您和玲珑公主的婚约 有可能废除了 您哪 好自为之吧 出生医术世家 精通中西医的我 怎么就突然穿越了呢 哎 事已至此 既来之 正安置 是 世子 你没受伤吧 刚才两个刺客 身体没受伤 心可被查了一套 世子这 玲珑公主 毁婚了 他说毁就毁婚 真求过本世子一见了吗 世子为何像变了人死 嫌弃本世子无才无得是吧 正方 准备一下 咱们去 一夜探公主 世子 昨天为了 自苟 不可能 甚至都已经下了 公主何必多此一举 派人来淹了我 这父皇的旨意 只是隔着婚约 并未废除 那秦飞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 长得挺漂亮的 公主殿下不必担忧 那位赤子秦飞扬 早已冲于远扬 皇上 皇上必然会顾及皇家颜面 哎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公主可向皇上提议 择日举办招亲大会 赤子必须参加 不想嫁就算 还想当兇兇兇 真是杀人出心意 公主才能择一才貌双全的良配 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这个主意好啊 我明日就去求见父皇 哎好 那公主 我们该去沐浴解乏了 可不是我故意要看到 世子 看到什么了 哎 为什么 走吧 我现在他想干嘛了 世子 出大事了 玲珑公主要去办招亲大会 明日不要挑起初选 震定下 不就是招亲大会吗 玲珑公主 本事是取定的 尚直到 世子 世子秦妃 行了别念了 请公公回去禀报公主和陛下 招亲大会 我不仅会亲自参加 还要夺回 世子爷 这次招亲大会有我主 这个规矩你可清楚 有劳六皇祖 好 到时候我要好好看看你的表现 世子 世子 这坊间都已经传遍了 这招亲大会最终绝选 一轮比拼乐 这第二轮 有限场命迹 世子 你一轮比拼乐也是用 你立刻去给我准备一把骨针 还有 红山木铁钉木锤 剪刀等等 是 你 你这是要干嘛 我要发明一种全新的乐器 定能赢的公主信赖 还能让所有人惊叹 公主 一切都已准备妥大 妹妹 今日做决断 你可要慎日就慎日 前几日的参与者大多都是歪官列子 还好哥哥会员奴继 帮你全部打 哥哥受累了 苏京 经过几日初选 几位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 拖颖而出 玲瓏公主招亲大会绝选 即刻开始 宰相府招公子到 陶武清 陶武公子到 前太来前公子到 妹妹 你既然看不上那个秦飞羊 又何必执意让他参选 我与他本有共认 我要让他说得心服口 难道弄完顾名之必败为疑 吓得不敢了 妹妹 你这可是杀人又孤心呢 万一那个秦飞羊要是赢了替他几个人 不可能 是两轮比试 他毫无胜色 启离公主 几位青年才俊都已到齐 只有镇北王府世子秦飞羊被见踪影 公主 依我看啊 他就是怕当众出丑丢人现眼 所以啊不敢来了 开始吧不等了 他如果不来就是违抗旨意 父皇自有决断 遵旨 玲瓏公主招亲大会绝选即可 等等 世子殿下 您可算是来了 这小子是压轴登场 那个手下还带着个东西 看来是有备而来呀 招亲大会的规则 全城百姓早已知晓 赶紧开始吧 早些结束 本世子还能早些与公主商量婚屈 就凭你 如此大也不残 如何赢得公主青睐 是啊 若非陛下清点 连参加绝选的都个都没 为何这般厚颜无耻 靠出狂言 玲瓏公主招亲大会绝选第一轮 比赛乐理天赋及才华 请各位公子做好准备 玲瓏公主自幼喜欢取乐 且天字卓绝精通乐理 盼望今日能有一位青年才俊 伴其往后余生 琴瑟和鸣 据我所知 狮子骑飞扬的乐理一窍不通 这第一段 你就让他出了众人的笑点 那边可真是狮子 可不是嘛 待会儿呀 看他如何出丑 他为何 一副是在必得的自信一样 第一位 有请京都财俊魁首 陶母亲 陶公子 一人喜爱取悦多年 今日 作曲一首 献予玲瓏公虎 一标我七目之情 这小子真不错 公主以为如何 再看看 有请宰相府周公子登场 本公子自创一首相词银 献给玲瓏公主 不错不错呀 少女 尾指前太来全公子登场 来人 上前 公主殿下 我自幼便喜好收藏乐器 此古章 名为奉鸣 乃是前朝公主之物 为当事孤僻 无价之宝 今日 我便将此物 献给玲珑公 行了行了 本世子实在听不下去了 你这个废物 上来干嘛 公主出的考题是取悦才华 不是让你上来展示财力 家里有几个臭筒板 你把这当作才华 可笑不可笑 老子就是有钱 你这个废物 对月理一窍不通 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掉 丁丹 这是合物 本世子早已知晓公主深爱月理 寻常乐器 整配得上公主 操成脱熟的气息 一念至死 本世子发明了一种全新的乐器 现场亲自作曲 献与玲珑公主 公主 这玩意到底想干嘛呀 发明新乐器 还自己作曲 这秦飞燃 藏得可够深的呀 他 他男的真的懂乐理 这是什么狗屁乐器 这是什么狗屁乐器啊 这还是那个顽固设计嘛 简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取悦器 一才呀 世子此曲有一丝绵长爱意 此乃天造之才 谁刚才说他不懂取悦来着 此乐器发出的声音音律和谐 清脆悠扬 太迷人了 妙呀 妙呀 连本皇几个大男人 都听得入迷了 哈哈哈哈 感恩世子 此乐器可否相赠 此曲可有曲谱 此物名为吉他 若是公主喜欢 别说是一把乐器 就算亲我所有又何妨 公主 公主 你这就被迷住了呀 第一轮比拼到此结束 哪位才俊胜出 公主自有决断 第二轮比试的是 各位公子才俊 诗词书画方面的造物 由公主亲自出题 请各位才俊做好准备 算你小子走运了 诗词书画哪样你比得过 公主一定会轻昧一个 你趁早过回去吧 谁给你的自信啊 这一轮公主可是现场 你不像乐器可以提前准备 你是赢不了的 公主一定是我 哦 你配吗 真是小 本世子就喜欢现场 第二轮比拼即刻开始 各位公子 诗词书画 任选其中一种形式 描绘灵魂公主 现实 笔住香 这有何难 来人哪 笔墨伺候 笑颜如花战 玉音婉转流 世子从小到大 字都认不去 如何能与世作画 柳妖春风过 白鸟随乡走 不愧是宰相之子 一边游诗 才能一边作画 此早华女 任选公主 这种事情 明明公主恰到 我还以为很强呢 不过如此 你可真是大言不诚 谁不知世子 你厌烦读书诗文 这一轮 我劝你啊 还是直接退书吧 世子 这一关 你打算如何破 必人自小熟读诗书 同其其数 今日有幸得见 玲珑公主花戎月貌 即兴赴诗一首 以表亲目 赞美如秋水 玉姬半清风 秀色空爵士 心香为谁传 俗 俗不可耐 玲珑公主国色天香 被你们形容成了 燕珠俗粉 真是可悲可态 又可笑 妹妹 秦秦书画我可不在行 但是你觉得 周恒跟陶母亲 感觉如何 中规中矩 并不出彩 公主 世子她 诗词书画 那好像哪一种都不擅长呀 她有无才华 我们一试便知 还好从小坚持练习书法 看着诗词也不少 不然真选 等一下 我也想到了一首诗 既然你要上改的出仇 那我不拦着你 好 就让我们的巨父 前家公子先展示 尖家 苍苍 白 白 白弄为双 所谓 行了行了 我帮你吧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对对对 在水一方 在水一方 前公子 您连妇如皆知的 尖家 都背不出全文 也不知前几日 您是如何通过出赛 前公子竟然上台 背诵明师 这样的场合 对你太激烈了 我的大狮子 赶紧展示你的诗啊 是啊 是啊 我可得看呢 服事三千 五二三 日月雨清 日为朝 月为暮 轻为 朝朝暮暮 服事三千 轻为 朝朝暮暮 轻为朝朝暮暮 这 世子是想告诉所有人 服事三千 风情万种 也始终抵不过 玲珑公主一人 我虽不懂诗词书话 但世子也所做这首词 却波聚深谕 与意境 公主 我从未听闻过 如此惊艳的诗词 将公主与日月同比 朝朝暮暮 又有深情共白头的意境 咱家世子 什么时候有这般绝世文才 世子文才举树无双 必能得到公主芳心 你想要报道美人归类 各位 玲珑公主 招亲大会的决选 到此结束 各位才子的表现 也是有目共睹 三日之内 公主会与我主圣上 做出决断 我尊重公主的决定 大家没有赞 不过是情到深处 有感而发 小子 别高兴的太早 公主还没做出最终决定 我再告诉你 公主 一定是我的 我还是那句话 一配 说不准 还是我的 盛检纳 你给我等着 世子 出大事了 刚传来消息 玲珑公主 染上了恶奇 已经不省人事啊 昨日还安然而让 今天这染上恶奇 太过蹊跷了 走 你可随我去公主府 哎 公主身体抱恙 还一起去 还有本公子大人的神医 正在给公主整治 你 不准进去 你干什么东西 这里是公主府 你以为是你宰相府 回面去 你 你在看我什么鬼故 那我就只能得罪了 陛下不是有恐虑 从老公中太医 还有我带着的郎中 谁也会进去 原我都只能得罪 你们该闯进去 陛下都要遮罚 我自会承担 很轮不了你 来我卸我 你 戏缺神医 我刚给公主整过脉 脉相极为奇特 时而暴恋 时而微不可查 公主口齿间有血迹 舌苔发紫 你怎么来了 公主得了什么病 脉相极为稳乱 呼吸微弱 口鼻时有出血 很像是风寒 又像是肺牢 无法盼着就直说 让开 我来个公主 你会治病 都说朕被王府世子 顽苦无度 从没想过世子 还会治病救人 真是稀奇 公主贵为千金之体 我劝你 千万别逞能 要是耽误了公主的病情 那后果可想而知了 还在装模作样呢 赶紧给我出去 换我来给公主诊治 请学啊 还来得及 醒了 好了 再给你配两副药 不出三日变个痊愈 你为何在这里 你好好休息 等身体痊愈了再说 公主所患 究竟是何种病 医术不经 就不要太过自以为是 连公主的病症 都无法判断 还敢自称神医 真是邪门了 这小子什么时候会医术 此前从未听闻啊 周公子 这里是公主府 闲杂人的 无便救 世子 你何时还会医术了 竟然还治好了公主的病 总不能告诉你 我不是这个事 偷偷学的 那废物真是越来越邪乎 越邪乎 绝不能让他入这宫 此计不成 我还有一些 公主 必须是我的 公子至谋无双 那废物算什么东西 公子定能赢得美人心 世子 世子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公里人都知道 这周和每个半个月 就进宫一次 向陛下进宫一种 名为五十斩的险要 而且他此次进宫 向陛下表明心意 想要求去玲珑公主 听说 这五十斩 功效极为神奇 这陛下 五十斩 那不是一种会让人上瘾 最后缓慢致死的毒药吗 只不过到了现代 才被淤血阵势 世子 你倒是说句话呀 这都火烧眉毛了 要进宫面试 这会送给陛下的 不是闲药 而是毒药 什么 毒药 世子 你可得谨慎行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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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微臣也服过几次 不仅补血强身 还有顿绝神明开朗 却是不可多得的仙药 是啊陛下 只要每服用一次 还能言授粤语 长期服用 定能长生不朗了 你们周家父子有心了 不知可否将此药配方 告知宫中太医吗 启禀陛下 镇北王世子 秦飞扬求见 说是有十万伙计的事情 禀报陛下 关乎陛下 龙体安康 哦 秦飞扬 让他 在御华亭等我 陛下 娘了 他怎么来了 秦飞扬 你有何急事 疾病陛下 周恒敬给陛下的 不是仙药 而是害人性命的毒药 你放屁 只要乃是我从海外先生 以为道人手中偶然所得 陛下有人服用术语 蒙体康剑 怎会是毒药 你不要信口开河 你可知此药为何物 此药名为五十三 服用后 浑身燥热 气血上行 藏息服用 会让人上瘾 最后五脏衰竭而已 你这个顽固世子 简直是胡说八道 不像是在车祸 竟然能说出药效 你如何证明 对 只要整个大姓朝东 为人之小就配方 这是满口胡宗 污蔑我对陛下的忠心 我知道配方 只要有忠乳 硫磺 赤磁 白石银 紫石银 按不同比例配置而全 这不可能 他为何会知道配方 周宰 周公子 我说的 对还是不对 陛下 还是要 审慎对待此药啊 用此毒药进卸给陛下 你们究竟适合去行 请陛下明鉴 只要为他也服过几次 若是毒药 怎敢尽限于皇上呀 是啊陛下 欺负可见的情 不要一面之子了 若是未下回见 承认当面服药 以正清白呀 行了行了 都别争了 把药称给太医院 让太医们拳的 我退下吧 朕有些乏了 谢陛下门 谁能成为玲珑公主的 入赘驸马 皇上今日便会做出决断 世子 您可要谨言盛行啊 父皇 既然芸汐妹妹 已经决定了 驸马的人选 我看 此事就无必在意了吧 陛下 玲珑公主 虽然选定了秦飞扬 但微臣以为 秦飞扬 劣迹犯犯 实在配不上玲珑公主 再加上 当年朕被王府之案 至今尚未查明 所以 哼 老东西 事到如今 还想破坏我和公主的婚事 你真是贼心不死 父皇 朕被王府五年前 毕竟就案例 世子秦飞扬 不配入住我们的皇宫 你说不配就不配 当年我们请家内查采案 我自会查明真相 够了啊 不要再提当年就案 这个案子一直以来 都是朕的心病 陛下 所有的赏赐 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玲珑公主 以朕商议 则定世子 秦飞扬 入住公主府 赐腹底一座 黄金千两 白银万两 珠宝玉器百件 终于 能移娶公主了 真是千难万险啊 谢陛下龙恩 玲珑公主 自幽不喜热闹 虽将结婚一事 一切从简 三日后便是良辰吉日 世子与公主 喜结良缘 一切从简 那洞房花族 总不能灭了吧 金千阳 你有何意义 全凭陛下安排 驸马爷 这些都是陛下赏赐的礼物 依照咱们公主的意愿呢 今日不请宾客 也不设宴席 陛下呀 也不会亲临 这婚事也太简单了吧 公主就喜欢这么冷清吗 好吧 你先下去吧 哎 驸马爷 别着急呀 公主有一个问题 要是驸马爷您答对了 您就进屋 要是您答错了 那今夜的洞房花烛 可就免了 过分了啊 哎 驸马爷 敢问世间何处山最高 何处海最深呢 我进去了再慢慢告诉他 公主别生动 有话好说 啥题 看不出来还是个小辣椒啊 这又是要谋杀亲夫吗 我对公主的情意 比山高 比海深 这世上任何一座山 任何一处海 都不及我对公主情意的万分之一 你还真是没羞没丧 说是那么不知羞耻的话 那公主为何放我进来 你出去 春孝一刻之千金 我们 哎 你等等 我有件事情 一直很疑惑 以前的你 可是出了门的玩火 怎么现在突然变得 金钟月文才斐人 甚至还用医术救了我 实不相瞒 世人都说我不学无术 只是我想让他们看到了吧 我的内在 还需公主深入了解才能知晓 如何深入了解 我教你 驸马爷 这两日操劳过度了 这公主今日已经进宫了 想必是想让你休息一日 好好养养身子 说正事 让你暗中调查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五年前秦家那场惨案 只有你我二人 侥幸活了下来 想要翻案 难度很大 此案牵涉甚广 暑假已经拖宫中好友 已经在打听了 事关重大 你务必小心行事 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尤其是陛下 是 复马求行 谁派来的杀手 复马你没事吧 你搜一搜他们身上 有没有人查明身份的东西 哇 你看 悬赏千两 雪晴真一样笑声红红 按照这个知迹去查 翻遍整个皇宫 我要把灭活真相找出来 是遵命 我把灭活真相找出来 我把灭活真相找出来 是遵命 我把灭活真相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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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没事 我这财经宫就发生的如此凶险的事 这还好你没事 复马 我查到了 那封信先生自己 是钱家售给钱太来的 他曾经拍卖过自己的妙逼单亲 自己很好辨认 而且那两个刺客 是打从西域 重金请来的 书信变个证明 钱太来 谁给他的胆子 难不成是因为我娶了公主 钱太来欺不过 想要置我于死定 这钱家世大 钱太来这次偷袭不成 说不定还有后手 切记不可鲁莽形式呀 放心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的 知不知道钱太来现在在哪 大台消息都查出 钱太来今夜便邀请众好友 在红尘阁玄环作乐 钱大少真是豪门阔少当酒了 让我当阮柿子那种 这笔账 今天也就得跟他算 妙真是妙 钱大少不仅写了一首好字 就连这丹青也是栩栩如生 引人叹为观止 妙比丹青双绝 钱大少真乃不可多得的人 争龙凤啊 自古才子配家人 钱大少这样的才子 不知多少家人仰慕啊 就算是柳姑娘 恐怕也难得不心动吧 柳姑娘 你要是不嫌弃的吗 这幅画我就送给你了 怎么样 各位 你们可得帮我做个证啊 今天晚上 只要柳姑娘愿意陪我购物云桥 不管多少银两我都拿去 谁 驸马爷秦飞扬 他怎么来了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黄姑赫赫有名的飞舞傅马爷吗 扫了本大爷的信 还不赶紧滚过来 跪下认错 钱大少 看到老子还活着 是不是很惊讶 他 他怎么可能知道 是我姑的兄弟 你是死是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都听不懂你才说什么 钱大少真是好雅心啊 一边坐着买凶杀人的勾当 一边在着风花雪月饮酒作画 可惜啊 买的凶是废物一个 坐的画 也是废纸一张 整个黄都谁不知 你神飞扬 那对笔墨丹青的是一窍不通啊 你有什么资格评估我的画 我看你画的是山水 只可惜 空有山水样子 却没有山水的神韵 不过是上帮画佛 画里出行吧 就你这水平 连初学作画的孩子都不如 也好意思你拿出来展示 找几个马屁青在这自吹自擂 都嫌丢人了 你 你个废物胡说八道什么 你懂什么叫作画吗 愣着干嘛 把这个黄备废物 给我轰出去 想进医院是吧 你要干什么 我这可是大镜头的第一巨骨 钱太来 挪业赋满府内比较 请你也好好给你算一身 你个废物 你能奈我喝 我 啊 今天只是给你个教室 以后再要来找麻烦 老子要你的命 钱家的势力非同小可 富满爷这次闯大祸了 钱飞扰你富满爷算什么东西 我上这个高约 臭臭 肥肥 錢飛揚 秦飞扬 你真是胆大包天呀 刚成为驸马 就赶到红尘阁那种风月之地 撒野 还动手打了钱家少爷 真是有失国体 有损皇家颜面 来人 把秦飞扬给我抓起来 三哥 你这是做什么 妹妹 父皇命我派人把秦飞扬带离宫 当面和钱家少爷对峙 让开 不要让我为难 不用担心 就算天塌了 也有我跟你挺起 钱太来不就是高于壮吗 我进一趟皇宫便是 我倒要看看 他能歇息多大的浪 三哥 皇上 您可要为小明做主啊 秦飞扬就算是驸马 也不能无辜伤人吗 我父亲 好歹也是大清朝的第一军 哪次大清朝出兵 我父亲没有捐银捐粮啊 秦飞扬 说过 会让你的所作所为 豁出代价 怎么又扔我 这钱太来 可不是什么的灯 父皇 罪臣秦飞扬已带到 秦飞扬 你刚成亲不久 便前往红尘阁那种烟花之地 还对前首父的儿子大打出手 可有此事 却有此事 却有此事 陛下 秦飞扬的所作所为 确实有损皇室颜面 以微臣所见 理应重重则 华尚 小民认为 应当立刻把秦飞扬发配边疆 如此 才能彰显国法 以证国威 发配边疆 有 该发配边疆的人是你吧 放肆 你做错了事 还敢如此 理直气壮 成何罪之有 陛下 我的确打了秦太来 但事出有因 秦太来派刺客行私 我不麻烦 若是行私我也就罢了 可要是行私公主 那罪过可就大了 你 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 证据在此 射手从那两个刺客身上搜出来 你还要合挂手 这家伙手里居然还握着这样的重挂证据 我倒是瞧瞧他 难怪他如此淡定 难道这封剑 不能是你伪造了吗 陛下 钱公子所说的也不无道理 一封书信 如果能作为证据 那秦飞扬要是找人模仿 微臣的自己 那岂不是 我堂堂宰相 也要杀驸马爷了 不好 驸马爷跟钱大少 现在是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一时半会儿也难分对错 二臣倒是有个建议 有什么建议 宰相大人跟钱家不是负责募捐事业吗 让秦飞扬也募捐一部 就一百万两 限十日内 如果他秦飞扬募捐成了 那就算他戴罪离工 如果不成 再发配边疆也不迟 秦飞扬 你敢不敢答应 全凭陛下安排 好 秦飞扬 这命以 十日内募捐一百万两 你若成了 你跟钱派来在 一个不学无数的废物 还想募捐一百万两 简直是吃人书梦 陈 林旨 秦秦 你就等着被发配边疆吧 六皇子 你刚才故意将话题 引到募捐上 还一个劲儿的 给我使眼色 想来 是另有生意吧 看来你比我想象中 还要聪明 募捐一事 一直都是周家 跟钱家联手在做 我怀疑他们中饱四囊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所以想借助你 来探一探他们的底 难得六皇子 有这份心思 那咱们就合作一次 只不过 想要募捐一百万两 难度不小啊 放心 包在我身上 那就有劳驸马爷了 该用什么方法 才能快速募集一百万两 这世界生产技术过于弱 雾皮颜色 大概就常见了那么几种 我要是能把染料技术呼喀过来 什么一百万呀 秦卫阳 我看你是进了趟工 把脑子吓坏了吧 知道一百万两是什么概念吗 你也真敢许 雲夕 你放心 我已经想到办法 需要府里的下人去找一些植物 我要提取植物色素 植物色素是什么 放心 你很快就知道 妹妹 驸马爷搞了一个什么拍卖大会 还聚集了皇城里的乡绅富豪 他究竟要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总是最近几个一直神神秘秘的 还不干不到他人 今年的拍卖会 目的是给草廷募捐 各位可不可以拍品 哇 这么漂亮的颜色 为何此前从未见过 如此极特的颜色太美了 这为何物啊 为何这布匹会有如此神奇的颜色 众所周知 北京年年战乱 导致国库空虚 今日 谁捐的营养最多 谁就能得到拍品 一千两起捐 这几品不了还是可见 这一千两补出了 谁都别和我抢 这匹布我要定了 八千两 一万两 一万两 想不到我这位妹夫 不仅会知道乐器 还能造出这如此精美的布匹 这天青之色 看上一眼 便让人心旷神怡啊 秦飞扬 你身上 到底还有多少命 是我不知道的 秦飞扬 秦大少 有事吗 你也想去那银梁 秦秦呢 你从哪搞来这么多 从未见过的布匹 自然是我发明 这下糟了 按照眼前行吃 用不了几日 他必能完成募捐 给我等着瞧 你一共募捐了多少亿元 大约有 十万两 十万 比例一百万两 还差很多呀 我早就想好了 你可以和我将制作这种布料的方法交给公布 让公布批量生产 不出十日 定能凑出一百万人 我怎么没有想到如此办法 货马爷 如此这样 这黄金白银就会源源不断的涌入国库 你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呀 妹夫 好消息 你让公布批量生产布料的消息 刚刚传出 周家跟前家可就坐不住了 一旦你彻底取代他们完成募捐 他们就再无利 所以他们将募捐所得 大规模的汇入前家的赌坊 饭装布装 以洗白他们摊墨的银两 狐狸尾巴 终于藏不住了 是 我已将此事暗中禀告父皇 父皇现在命武 去查查周家跟前家 在皇宫里 让人员募捐给我逛 从今看来 根本就是传逻好的是吧 首富之子 很了不起吗 钱太来 多心不易 必自毙 你还要去查查周家 你还要去查周家 我去查周家 我去查周家 这里就交给你 放心交给我 好 来啊 给我办 查到什么现象了 彩岸当夜 皇宫第一号 跟柳诗诗曾在王府外出现 所以说秦家彩岸 极有可能跟柳诗诗有关系 这不及 他肯定也知道些什么 柳诗诗 他现在在哪 红尘阁 也不知道今天哪位才子 能得到柳姑娘的青梅 能与其品名唱名落 就算是死 也无憾了 柳姑娘可是皇宫第一华 虽然他卖艺不卖身 但是 若能跟柳姑娘共处一世 那也是艳福不浅啊 呀 桃公子来了 陆才学 桃公子怕是无人能出其余啊 小女子 虽身处着红尘烟柳之地 但却痴儿琴其书画 誓此歌赋 所以 每年都会和皇宫的才子们相聚于此 以诗会有 以茶会有 感谢各位公子的财爱 今夜准时到场 诗诗姑娘 请出题吧 今晚在下 定能与姑娘成为之一 还是老规矩 我出三道题 若有公子能够通关 便可引入闺房 我将亲自为这位公子 烹茶抚琴 促夕夜谈 引为知己 倒是赶上了个好时候 若是能得到和柳诗诗独处一夜的机会 兴许就能问出当年秦家惨爱的隐情 柳姑娘 我也能参与吧 呦 这不是刚入瑞的驸马爷秦飞扬吗 他也来寻找温柳 以诗会有 听说他在公主的招亲大会上大放异彩 说不定 今夜真能得到柳姑娘的青睐 秦公子啊 他怎么来了 他怎么来了 这小子刚入坠当府 还不来自烟花之地 秦公子有如此兴趣 当然可以 又 又遇到陶公子这位大才子了 真是巧啊 秦飞扬 这可不是你装腔作势的地方 我劝你啊 失去的话 赶紧滚 赶紧滚 免得 唐突了家人 老公子的记忆真是差啊 招亲大会上你是如何输的 这么快就忘了 第一题 小女子出上句 请各位公子对出下句 《红尘入梦》 《红尘入梦》 《成追忆》 我先来 《红尘入梦》 《成追忆》 《那中国这些爱物》 直到当时 一把 好啊 好 好 鏡面 《到你们牵手》 cel 倫 你是 这一把 Children Oscar 怎么做的呀 柳姑娘 本公子的答案如何 可符合姑娘心意 狮子 你做答案 狮狮姑娘 一会就做决定 你们这也叫对师 这评和对仗 都显得如此深色 居然还这般自信 别在这说风凉话 你倒是做答呀 红尘入梦 沉追忆 相思几度 断长红 好诗 绝了 简直绝了 对仗工程 相思和苦闷的情感 跃然眼前啊 想不到啊 驸马爷 竟是如此的文才斐然 秦公子才好横溢 对出的诗句 最符合小女子心意 第一关 秦公子胜 哼 你别得意的太早 一共三题 谁胜谁负 不一定 感谢诗诗姑娘的肯定 请出第二题 我与诗位才子同处着红尘阁中 请以此情此景为题 作诗一首 本公子想到了 红颜镜为 浓颜尺 千顶青楼 第一流 哎 不错不错 颇有意境 也正符合 柳部讲的命题 这又何呢 芙蓉不及美 同东 阁中风来 朱飞香 欲吧 行了行了 你这两句已经足够美俗了 实在听不下去 我来教你吧 你 狂妄自极 聪明 诗位请看 此情此情 诗诗姑娘好似空谷游蓝 虽身属这烟花之地 却是出于你而故的 超前脱俗 我便 有感的发 平栏仇人 娇模样 娇娇风月 翘家人 短短两句 就如此符合刺青刺景 陶公子 你不是号称 黄都第一才子吗 为何今天见的是秦公子 显得这么黯然 这位驾马爷 真是深藏不露啊 竟如此精彩艳艳 第二关 秦公子上 秦公子的文采深得我心 第三关就免了 请秦公子上楼一续 妈 还能这么玩呢 这是柳姑娘 方心按许了呀 连规则都临时干了 那在下 就唐突家人 本公子不付 头大才子 还嫌不过丢人呢 我要是你 好处 钻进去 那在下 就唐突家人 恶心 太恶心了 呸 走 把药缝一六十字的杯子 记住 千万不能出错 秦公子的文采 都是用小绿子掌尖 小女子还有一视不见 还请秦公子解惑 确实长得美 有姑娘请假 多年以来 秦公子都是黄都里 出了名的顽固 可为何上次招亲大会以后 小女子 总觉得秦公子 像是便利 总不能告诉你 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吗 好 好 或许是曾经太过放荡 现在 翻来醒悟了吧 既然秦公子不愿意说 就让你小女子 个公子抚琴吧 我可不是来替你弹琴的啊 美人 我有急事 柳姑娘不仅有倾国之姿 秦毅也这般卓绝 我近日前来 其实是因为 我这是我娘 我这是怎么了 好热 秦公子 我好热 好热 这是装了裂药的症状 是谁给柳车施下的毒 好你个秦飞扬 居然偷跑到红尘蛾来 简直是色胆爆天 要不是本太医及时赶到 这京都的第一化魁 就让你给亵渎了 你们来的还真是及时啊 你只不过 你忽略了一件事 忽略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 哇 这小子灰医术 万一 那可是诗魂灾 他想要针灸 你怎么知道 我姑娘种的是诗魂灾 你怎么知道 我姑娘种的是诗魂灾 秦飞扬语和柳氏事行 不归之事 奔北太医当场捉驾 给我拿下送去衙门 这种场合怎么吵着我正 您看着啊 这很害怕的呀 正风的武艺 黄都很多百姓都见水 你竟然敢陷害本驸马 那就别怪本驸马太狠了 正风 一个不留 全宰了 我可是朝铅运光 今天 放过你们 走走 别追了 杀一个医师会有来麻烦 留个尝诗 第一只是 我自会你的 那属下 就先退下 多打扰驸马和柳氏姑娘 你想什么的 快出去搜的 一命 诗诗姑娘 你中了诗魂伞 我刚好针灸 帮你写完读 还去静阳之夜 变个全面 多谢 秦公子 不必客气 我撞的是魂伞 秦公子竟然还能保持理智 难道真的对我 没有一丝情谊吗 秦公子 刚才又是像大多数的男人 一样授予大发 让我很久 诗诗姑娘这般绝色女子 伴奏旁人见了 也难免心 我只不愧是亲戚之下 只顾着为姑娘施针吧 没想到 秦公子 你不仅是其道理非凡 就连医术 也如此高超 其实我今天前来 不是为了听世事姑娘的事情 我想知道 当年秦家那场惨 你究竟知道些什么 还得世事姑娘如实相告 有什么难言之意 这是 这是 现金啊 给公公子滚出来 或许 一定是公主知道我来的红神阁 亲自来刷我了 是是姑娘 一个得帮我做证 没想到 没想到 行动有这么财务 和你的人 害怕妻子呀 什么叫怕 那就尊重 尊重 哎 妹妹 这青楼不是一个女子可以去的地方 我进去把妹夫给你喊 生什么气呢吗 我的好妹夫 刚搭驸马也没几天 就管一个人来这烟花之地循环作乐 我说我是来查案的 你信不信 查案 这是什么地方 新楼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 以为这是刑部审判上的大佬呢 驸马爷 来这查案 你也得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好你个秦飞扬啊 你心够野的 我让你跟六哥去查封钱家的生意 这才多点点工夫啊 就跑到这红尘阁来循环作了 嗯 妹妹 她说她是来查案的 你信吗 反正我不信 谢谢姑娘 还是你来向公主解释吧 嗯 公主殿下 秦公子她真的是来查案的 刚才我被小人下了失魂伞 红身燥热 但秦公子她是真君子 她不但没有称人之威 反而用玄之右玄的医术帮我解读 所以 请公主殿下千万不要误会秦公子 真的是这样吗 柳姑娘说的句句属实 只有半点虚言 今天就先放你嘛 这死最难免活最难的 你下来 下来 哎哎哎哎哎哎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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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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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公子 秦公子 我们还会见面吗 呃 进去吧你 从今日起 就烦你在茶坊睡五日 好好反省反省你今年的所作所为 千万敢平不正的进入烟花之地 这皇家烟面都被你丢进了 公主 我好歹也是个父嘛 让我随时采访五日 你不心痛吗 那个 那个 那这古花叫什么来着 一单十一瓢饮 身在漏室 宜然自得 宿马爷 这 废夫啊 这是给你一个当圣人的机会呢 你还幸灾乐祸 事实如何 你也看到了 我真是去查案的 行了行了 循环问柳之事 老狗 总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吧 哎 驸马爷 公主可交代了 这五日 您不得离开柴房半步 这几日呀 由我来给驸马爷送餐食 啊 这又这么狠吧 秦大圣人 在下告辞 欢迎来 傅马爷 出大事了 你跟我走啊 可是我自己挖 傅马爷 父皇昨夜突然病重 今日有昏迷不醒 连续科学四回了 公众太医也束手无策 我知道你会先医术 你赶快跟我走吧 先进宫看看情况再说 好 怎么了你 走啊 父皇那可耽搁不得 这一路上我都在想 父皇平日身体刚轻 前几日还有他因为他准备 为何会突然报 你的意思是 难报 你们可算是来了 太医们刚刚已经给陛下整过脉了 太医们正在会诊 商议陛下的治疗之策呀 这医们至今 还未查明陛下究竟所犯何疾 听到驸马医术齐特 有劳驸马爷了 吴公公 陛下昨日也继续开始犯了 昨夜丑时 忽然听到陛下大声一声 老奴赶到的时候 陛下已经口吐鲜血 挺接着 就忽然乱语 撞开癫狂了 我为陛下见过何人 吃过哪些食物 详细列出来 是 是 去问如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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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父皇的身体要是出了任何差池 本皇子 必定将你 如马 分屈 盲目使用针灸之术 会使皇上的病 立发严重啊 慢着 别打扰他行针 有何差错 我愿意他同罪 这废物丸固 难不成 真能用 真就解图 行了 皇上醒了 皇上 皇上真是鸿府齐天 得上天庇佑啊 父皇 您要好不好 父皇 暂时不要出身 你的情况 需要静了 我会每日进宫为你施生一次 连续七日后 便可痊愈 行了 都下去吧 父皇需要安心静养 还宫中派一魁首呢 我看 顶多也算个半吊 看到驸马爷 刚才出身入化的医术了吗 不过是运气吧 父皇龙体无恙 这才是我要担心 至于是谁医治的 这重要吗 啊 重要吗 论说话的本事啊 我还真是不如宣皇室 等父皇痊愈 种族之事 必会追究到底 我会看见我这些太医 该好好想想 如何应对 你还真是神啊 父皇到底种了什么毒 你是不是怀疑 此时没有确准证据之前 不宜伸长 七日之内 我会每日进宫为父王施针 好 马上派人暗中调查 父皇警告如何 我这才收到消息 没有幸运之忧 父皇已经苏醒了 在其局拯救治疗并不去 但是 精英之事过于取巧 父皇被人吓得 而且 尹长 北部边境战事 已违续两个月有 不及一项阵举荐 任你为新的北征大元帅 包括军械粮草 十元前线 你意如何 父皇旨 父皇旨意 儿臣 自当的主 兄弟 你自有疏都兵法车 文武双全 无疑更是冠绝三军 哥哥等着你 法日肯全归来 北边战事凶险异常 节节败主 你不是想借刀杀人吗 如此事儿老 来人 逆指 我 我觉得此地简直愚蠢 万万不可 你说什么 兵容大事 其实你一个不懂兵法和战事的入军父母 实际为何遗传 边境战事我六月有二文 连败三阵 兵力从二十万 略解之十二文 兵器粮草严重 简直愿权 原因有二 其一 前线节节败主 民政换帅 兵家大几 不仅会戳伤事情 更会破坏兵被药 那齐二呢 齐二 依我所见 北部战事之所以会败 并不是兵力不足 也不是粮草短缺 而是缺乏合理的功臣力气 说的倒是清晰 至上谈兵 谁不会 宿马爷 那你觉得 当下该如何 启禀陛下 军部尚书行众求见 启禁 启禁 你还没了 禀陛下 北部前线 粮草告急 军械铠甲 严重短斥 路不及时补足 空 有听见没有 你们快有应对之法 三皇子不是文桃五六文能提吗 他肯定有 我的记者 刚刚父皇已经说过 那等于没有了 这解决不了问题 父王 我有一策 可彻底留长战局 若不然 甘愿受一切伤 你有何两策 一个从未上过战头护马 说话 竟然也这么大胆 你锁云灯针 这小子不入力 你卖的什么药 准了 传阵旨意 三日内 兵部尚书 及公部尚书 全力配合 和驸马秦飞扬 不得有任何一路 胡玉浩 请各位一步城外叫响 我有一功诚利器 可理千军万马 陛下 驸马爷毕竟身无官职 又不了解兵部和户部的情况 你这时要抗旨 你这时要抗旨 别人不敢 别人尊致 不敢 驸马爷 你希望我们兵部和户部 配合你做什么 你懂如何锻造兵器吗 当然了 地下的旨意 上述大人这么快就忘了 三个时辰内 盘着紫上备齐的物料 备齐了给我 一个时辰后 同时公布大人 我在铺马 复华 这驸马吃吃味道 咱们就这么一直等着吗 小话我走 你听什么 他造的可是功成力气 那像你 面对边界战事吃紧 竟然也是束手无措 傅马爷 希望都在你身上了 快点过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一句说的功成力气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何从未见过 为何从未见过 如何是 此物是我连续三日赶制而成 名为火炮 威力巨大无比 尤其是和功臣 由此一物 陈县军队必将所向披靡 我为何没看出此物 来人 举火吧 这么大的威力啊 这一炮绝对能毁作一段撑枪啊 由此火谎 前线战事简直有辱神重 哎 傅马爷 你是如何制造出来此物的 禀父皇 此物可大量建造 图纸及智慧流程 以教育公布相续 真是什么 这还是朕认识的那个 顽固世词嘛 此物威力 不可不量 加紧建造 一个不停送往前线 使用方法 可以告诉九皇子 火爆所需的弹药汇坊 经过我改掉之后 你让户部抓紧 谢谢 这个 下午 风马爷 立下如此大功 朕重重有赏 三皇子殿下 此等威力 不可牛转 北境战局 三皇子殿下 朕讨厌 你怎么来了 何事如此惊慌 难道是火炮系造出问题的 火炮制造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刚刚接到急报 东南行省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红老蛋 饿瓢满地 流民频频作案 朝中的大臣意见有利益 是否如何是好啊 父皇有何指示 还未做出决断 我这边实在想不出来什么 我这边实在想不出来什么 我没有办法 想过来听听你的意见 洪涝在喊 流民犯案 三皇子在朝城面前提议 他亲自带兵前往征灾 已经得到一些朝城的军事 正风 继续准备 准备 遵命 你这么快就想到这边了 九哥 你且先回去 茗玉 我同你一穷一进攻 我已想到解决之法 好 再下一点水 你这是在干嘛呀 这东西跟正在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明月朝会 我会让所有朝鲜静待 正风 我去画一张图纸给你 你用这些东西 按照东西上的图案 别人也做出来 啊 祝 祝命 起奏陛下 驾马爷秦飞扬道了 奴才听九皇子所言 驾马爷 驾马爷 有解决东南水患的良策呀 好 宣他进见 遵旨 众人正在伤口仇时 他来干什么 宣 驾马爷秦飞扬进见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平生 朕听完 你有震灾良策 是的陛下 好一个驸马爷呀 前几日刚刚造出火炮此等工程力气 今日又献出震灾良策 驸马爷忧国忧民 真是让我等自愧不如啊 我听闻三皇子 要亲自带兵去东南行程震灾 如此一来 势必会加重明远被语 影响涉及安定 三皇子究竟是何去行 你不要满口无言 你有何计策 可借东南水灾 正风 拿上来 这又是何物 如何能解决水灾 此物名为水泥 有凝固之效 可修建水渠河道改流 缓解淤色 搭配石砖 可修建巨型堤坝 从此以后再无水患 可保东南行省百年无忧 水泥 这也是你发明的 我一个现代人 配着水泥 不是小菜一滴 水泥 我大庆朝聪贵听闻有个词 可凭什么相语 就凭此物 能治理水灾 只凭此物当然不能 东南水患 必须以功代证 信道流明 才与水渠建设 再加上这水泥的作用 我保证 不出粤鱼 东南水患可请 朱光 儿臣认为水灾一事 非同而起 万不可轻信 秦飞扬一派胡言 行了 你带兵震灾之策 稍有不慎 就会激起民变 退下吧 朱 佛马爷 佛马爷真是才学肥浅智慧过人 陛下 您和公主当初真是独具慧眼 选择了佛马爷真是我大庆朝之福啊 公公过誉了 你快去准备水泥 越多越好 兵部和公部会协助于你 遵命 陛东啊 你也是老陈了 为何不能像驸马一样 屡屡帮朕分忧啊 父王所言甚是 以儿臣所见 我看邢大人这么多年来 师位送餐 根本没有把国家设计 跟父皇的法导放在眼里 臣王王不敢 臣无脑 臣有罪啊 要想查清当年几家惨案 父亲究竟被谁谋害 只能想办法让柔师师开口 不行 还得再去一趟黄辰哥 柔师师 这三年来 我每一次来找你 你都是这一匹郁郁寡欢的 你就这么讨厌我 甚至不敢 看一下可受什么烦心事 秦飞扬 一个入坠皇宫的废 竟然能造出如此神奇的东西 是 是 我替我们秦飞扬前几天来找过你 是贪图你的美色呢 还是 殿下 我与秦飞扬只有一面之缘 他对我没有任何促脱 殿下放心 我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赤裸裸的威胁 难不成 当年镇北王府的惨案 跟肖无忌也有关 是是姑娘 你在不在我来记忆抚擎了 金公子 你怎么来了 今日闲来无事 是 几日不见 会有几分想念 时时姑娘 特意前来探望 刚才 屋里有人 没有 是是姑娘 我就开门见山了 今日前来 别无所求 还是因为五年前 我们秦家里也要探望 你 究竟知道些什么 放心 没有透露 还请秦公子 不要为难小英子 五年前那张惨案 房间有很多传闻 我身居着红尘隔多年 知道的 或是写房间的传闻罢 是不想说 还是不敢说 秦公子 我是想按我们度过一生 不敢忘记当年那场惨案 更不想惹来杀身之火 还请秦公子见谅 唉 看来今日 是不会有收获 那今日 就会打扰事实的女 去吃交代 刚才又去哪儿了 不至于吧 又被知道了 我去查了一些陈年往事 去哪儿查呀 红尘隔 你以为那刘世世 究竟有何本事 不行不处的关系 彻底被那狐狸已经迷住了是吧 我与他毫无关系 我的清白上天可见 罚你为两个时辰错译法 差一刻都不行 臭子 今天也不许会吧 别安娘子 我发誓对你始终如一 不对其他任何美色动心 跟你上来个事呗 什么事 你也知道我会医术 我打算开个药铺 一来是为了贴笔家用 二来也是为了治病救人 好 这是可喜可贺呀 看来是火炮和雪仪写中 何喜之友 这些是 这些都是皇上赏赐的 公主 驸马爷 你们有所不知啊 北京和东南行省接连传来捷报 这两件大事啊 驸马爷 您是功不可没呀 是东南行省的水灾我知道 北京战事与你有何关系 我只不过是发明了一个工程利器 北京人身是因为九哥交友善战 什么工程器械 驸马爷 您着实是过谦了 除了这些赏赐啊 皇上有旨 宣宁随老奴即刻进宫 有要事相当 陛下 陛下 驸马爷到了 参见陛下 免礼了 北京啊 你履历起功 朕正跟各位商计 你兵部供兵部士郎一致 让你协助行大人 现在众人意见不疑 驸马爷 贸马爷 没有他就不会有北京大街 没有他 更不会这么快的解决东南水灾 所以兵部师郎一致 被他莫属 秦飞扬 既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 又如此年轻 恐怕呀 不能服务 父皇 儿臣认为 此事万万不可 禀陛下 为臣觉着 三皇子所言极事 古今以来 驸马任兵部侍郎 没有先例 恐 引起朝臣的非议 没有秦飞扬 你能解决北京战事 还有你 东南水灾 没有秦飞扬 你能妥善解决 我知道三皇子和行大人 不希望我参与兵部事故 陛下声恩 儿臣心理 世郎一致 不适合儿臣 罢了罢了 去取西域进贡的头关来 尊治 这个头关 名为凤凰西 是西域皇室的无价之王 今日 任便赐予你 这赏赐 也太贵重了 驸马爷 还不快谢过陛下 这凤凰西啊 可堪比一枚免死金牌 陛下可是说了 得死凤凰西者 可以免去任何一次责罚 儿臣多谢父皇 一个入罪的废物 也配得上如此珍贵的赏赐 有此凤凰西 或许能让柳诗诗放下固人 还得再学一趟红尘队 是是姑娘 我必须查清 当年秦家被何人所害 杀父之仇不得不忘 还请你 秦公子 并非小女子不想帮你 只是 此头冠 是陛下今天赏赐于我 我把她送给你 有死投冠 堪比免死金牌 你不必有任何顾虑 秦公子 这是陛下所赐礼物 过于贵重了 哇 这次不早 你再好好休息 我该日再找你 公主您别生气了 小心气坏了身子 别骃我了 驸马爷 公主知道您又去红尘阁了 驸马爷可得小心 怎么刚出来就知道了 不会是被人跟踪我吧 明熙 秦飞扬 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妻子 那红尘女子到底哪里比我好 你为什么要三八五四的去找她 明熙 有些事情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你等我调查完新主之后 再向你河盘托出可以吗 富马爷 我看您还是从十招来吧 小心公主呀 跑到皇上面前去告欲状 你这丫头 你也不帮我说句话 我凭着你对你不饱啊 秦飞扬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喜欢那柳诗诗 今天要这么说清楚 今天不许你 别别别呀 每日回房 我都在做为国为民的大使 呸 呸 灯土 净说这些不知羞的话 算了 你要是不想说的话 我也不想逼你 只不过吗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今天晚上你要继续跪错一把 一直跪到本宫之满意才能起来 工作饶命啊 换个惩罚行不行啊 嗯 不能 嗯 停 公主 马爷 听说今年的灯会 一些预外的神神和豪生 都会来到贤 以往年 可撑脑多了 有事是约我今夜在此见面 也不知 他是否愿意把他知道的嘴上说出 飞翁 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 灯会不得有猜灯笔的环境吗 今夜就让公主看看 等于马修行有多成功 说不定了 你还挺不寻常百姓的 三哥 你也来看东西啊 是啊 这位名正皇都的不满一顿 我如何能不来 小五级 我怎么替你画的一画 三皇是整日盲鱼博士 竟还要闲工夫参加灯会 还真是余真将会与余同类 三哥 那边都会开始 我现在不满的看看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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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一半留下一半打一次 需要一半留下一半 什么意思 难道是瓜 我每次吃瓜只能吃一半 另外一半我要留在晚上吃 也可能是饭 我每次呀都只能吃半碗 我猜一定是钱财吧 钱财不就是用一半留一半吗 不不不我猜是粮食 家有余粮心中不慌吗 你是不是猜不出来呀 刚才是谁吹嘘自己文采斐然呢 哎他就是驸马爷爷行飞扬 不是听说他为朝廷屡见习功才华无人能及 连个灯米都猜不出来呀 是啊今天雷剑也不过如此嘛 哈哈哈哈 需要一半意思是把虚子分开 再把流子分开 各取一半合在一起 分明是个雷字嘛 还真是个雷 出马爷真是从会过人啊 反应如此机敏 确实驸马爷这么一说 好像的确是雷子才符合谜题 好厉害呀 二位 你们不是也没猜到谜底吗 为何觉得本驸马爷不过如此 哟 你们这还挺热闹的呀 六哥 我就知道今年灯会你一定不会前席的 那是自然 为了再考一考驸马爷的才华 新仙女叫出去一个打一成语 何人能解呀 六六个仙女 我呸六个仙女 这是成语吗 亏你想得出来 动动脑子吧 要我说呀 应该是喜结良缘 亏你们两个想得出来 贝昂 你又想出答案了 我若是猜出问题 一会你还得办法 今天有结果重要事情要去 你还得办法 七仙女嫁出去一个 就剩六个 他们都是神仙 毫无疑问 是六神无主吧 还真是 谁要是我呀 一晚上也想无主来 哈哈 你先在公主去上天 我要去找柳世试一趟 有十万活之后打起 啊 你要把这个五十汤 你去那边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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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柳姑娘提出一根谜 谁要是能够猜出来 就能够与柳姑娘共渡良宵 说不定也能够借此机会 一亲方择呀 哎 众多才子都从经常赶过来 只不过这谜题实在是太难了吧 哎 柳姑娘除了谜题只有一个指幅 这要怎么猜呀 甚至柳姑娘都没有告诉我们是猜字还是猜成语 这也太难了吧 秦公子 你真的来赴约了 今夜五星上灯 无论如何 我都得查清当年秦家惨案的真相 只喝 祖福满言吗 他还将与诗诗姑娘共读良心 一众才子对柳诗诗姑娘的难题都束手无策 怎么 就凭他就能猜出来 是啊 就凭他 一个福字就有千种解法 谁又能猜中诗诗姑娘的心意啊 我已有家世 不求与诗诗姑娘共读良宵 若是我猜中谜底 恳请诗诗姑娘答应我一个条件 呵 还装成君子 这么仔细能猜出来吗 小女子答应了 请公子解题 逼我昨见诗诗姑娘要的谜底绝非某个字 也非成语 而是一位知音 知音 满口胡言 知音和福字有何关系 呼 胡马爷 猜不出来就大方承认嘛 没人会笑话你 对不对吧 对呀 对呀 还请秦公子详解 据我所知 知诗姑娘自有无父无母 孤苦无依 自尾身红尘阁以来 每日言习 情奇书画 却是承受了常人 无法承受的孤独与寂寞 身为黄都第一花魁 看上去风光无限 却也身不由己 时尚面的达官显贵 还得逢场作戏 此疼苦没有孤独的生活 就好似水中那一叶浮贫 漂泊无语 诗诗姑娘虽身处烟花之地 却守身如雨 此等孤独谁能体会 这谜题一个福字 恰恰就是形容他自己 秦公子给的答案深得我心 请秦公子上楼一续 居然真的猜对了 谜题的那个福 是爷扶贫的福 他不仅聪明 而且好像能够看透人心啊 真不愧是驸马爷 才华真是绝乐 哎呀 杀了少啦杀了少了 刀了少了 哎呀 嗯 嗯 确实 texts 你也不必太可爱生 我给姑娘一个建议 还是一个福祉 倒不行 沉浮浮一海 如果这样的日子 实在无法给你盖来快乐 何不咬咬牙 舍弃眼睛的一些梦幻泡沫 去追寻自己真正想要 秦公子 谢谢你 你卖了 不必谢了 还请诗诗姑娘 秦公子 世人都说是为知己者死 小女子虽然称不上世 但也愿意为了知己付出一切 秦公子 五年前那场惨案 你父亲确实是被监人所害 她 姑娘小心 秦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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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故舍命为我一个红尘女子挡剑 无法 没有伤到要害 你知道我会遗述的 你没事就好 真够狠的 竟然想杀人灭空 我说是谁一定指导当年秦家财务的真相 秦公子 救命之恩 小女子该如何报答 我无需担心 秦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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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良人相伴你一生 那不 就是我呀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秦公子 我和你 虽然消失几日 但早已将秦公子 视为知己 秦公子 最想女子是个冤军 这 这问题让我怎么回答 秦公子 五年前那场惨案 只因已和正风外出游晚 才幸免遇难 你父亲正被亡民死前 将一封书信交给了一个侍卫亲兵 那夜 我正好碰到那个重伤出逃的亲兵 他 世世姑娘 多谢你终于肯说出真相 今日的恩情 情非要鸣记于心 其他的事 我自己明白 秦公子 秦公子 要多加小心 秦公子 愿你的成冤得雪 喜作父皇 儿臣有事要做 赴马齐飞扬就站在殿外 他要为当年秦家的灭门草案 沈渊 沈渊 陛下 当年 郑北王在北京率领三军临阵脱逃 企图谋逆 证据一惊查实 不知驸马爷这是何意 难道秦飞扬真的查到了什么 宣他进了 宣驸马秦飞扬进殿 启离父皇 当年我秦家满门到奸人陷害致死 还请父皇组织公道 还我秦家 还我不清白 被奸人所害 你可有证据 陛下 不要听 秦飞扬满口胡说 郑北王谋逆 证据十分确凿 何愿之勇 我先率领北京三军连战连结 突然说到曹清撤清就起 可是你派人送到边境的 是我 那是陛下下的圣旨 当年陛下龙体有样 卧床粤鱼 命我超时北京军务士 而北京王却临阵脱逃 你放屁 夫子篡改了圣旨 与我不仅率军推到苦寒之地 是否有军系良草补给 没有 你简直是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啊 行中 刚才秦飞扬所说 可是真的 陛下 你不要听秦飞扬胡编乱造 微臣怎么敢赐脚 传改您的圣旨呀 陛下 秦飞扬 你怕是得了失心疯了 你父亲陈北王当年蒙语 铁正如山 你如今想翻案 你可知 欺君之罪 是如何 铁正如山 是吗 老东西 你陷害我父亲的时候 我曾经想过有今日 这是当年 你给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书写 信中内容 想得你比我更清楚了 请陛下过目 当年真相终继如何 一看便知 好你个行众 这美王功高盖世立下无数战功 你居然敢假传圣旨诬蔑他 我没有呀 请陛下明察呀 副国 儿臣仅凭立封出信 还不足以认定是刑大 还望副国 明察 请上来 这封书信 你从何处来来 五年前那场案件 一直是朕的心病 朕自会派人去查明这封书信的真伪 或许 这封书信 就是傅马爷派人伪造 故意栽赃 伤害刑大人吗 不愧是运筒为我的三方 事已至此 你竟然还能如此镇定 想着帮行众颠倒黑白 本皇子不过是 救世论世法 颠倒黑白的人 我看 我看是你 不要吵了 是非取之 朕自会有判断 毕竟 时隔多年 不可能仅凭一封书信 就治刑大人的罪 以下圣名 陛下圣名 禀陛下 除了这封书信物证之外 臣还有人证 怎么可能还有人证 莫非 人证 行 你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当年我父亲惨死 麾下战将 无一生怀 谁还能替我作战 皇王 任正宇在后 陛下 草民王大牌 原本是镇北王麾下签兵 参见陛下 真是荒唐 随便找一个乞丐来 就说是当年 骁龙军的亲兵了 谁能证明他的身份 我吗 清大人吗 凡从军者皆有军籍 我也将他的身份查证 吴公公已经带了他的身份疲证 马上就会赶来 陛下 想不到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陛下 草民愿意作证 镇北王当年 就是被兵部尚书刑中 还有三皇子 萧无机 联合陷害 横尸北进 请陛下 明昌 陛下 陛下 绝无此事啊 陛下 千不可听心 残难啊 陛下 你个老东西 你不要学个陪人 别吵了 此事 牵扯甚广 都先退下吧 走啊 行了 退下吧 但事后水落石出 朕自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傅宛爷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此事毕竟牵扯到三皇子 父皇一向紧严慎行 你如可不非 你能耐心 能力的 父皇爷 快看 父皇刚刚下达的旨意 父皇对外宣召 你父亲 郑北娃当年是含冤惨死 刑部上述已被押入大牢 等候秋后万丈 就连三皇子也被废 远于平民 发挥变金座 鼓劣十年 谢谢你帮我 父亲 我们亲家的血仇 终于爆了 生了吗生了吗 我妹妹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生了没有 你别问我了 我都快急死了 我 我当天了 我当天了 对 切看太阳 生奇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明白 爱的意义 谢谢你 一直不离不弃 longtemps 咪咪